这个顶巾的这个叉头 信号叉头 拔掉 拔掉 拔掉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这地方有三颗螺丝 把这三颗螺丝拆掉 下来之后 我们把这个镜头取下来 镜头取下来 然后用另一个扳手 把这块板子四个螺丝拆下来 然后拆下来之后 我们把新的整机拿过来 然后把这四个螺丝装上去 把这块板子装上去 装上去的之后 装上去的之后 我们把镜头上上去 然后再把这三颗螺丝装回去 然后这个就说装完了 千万不要碰到这个镜面 不然是把这个镜头弄脏了 弄脏了之后 它可以用无防锅和酒精进行擦洗